一位摩爾多瓦的運動員為了替腦麻兒募款 來到有世界最寒冷村莊之稱的奧伊米亞康 頂著攝氏零下67度的極低溫 跑完50公里 非凡耐力與溫暖愛心令人感動 天色未亮 鳴腔起跑 這場馬拉松只有一位跑者 來自摩爾多瓦的沃羅森 全身包得緊緊的 在寒氣籠罩下 只露出臉龐 在眉毛和眼睛周圍覆蓋著一層薄冰 就像出現空洞 冷凍的冷凍 全都沒有濃烈 就算了 再說一次 再說一次 來來來 冷凍 不再說一次 這裡是俄羅斯西伯利亞東北部 由世界最寒冷村莊之稱的奧伊米亞康 這天的氣溫只有攝氏零下67.8度 對跑者是極大的考驗 雖然如此 沃羅森的心卻是溫暖的 因為他要為腦麻兒募款而跑 為了幫助一位四歲的腦麻兒 沃羅森在網路發起募款 還受到摩爾多瓦總統的關注 至今已募集到62,000摩爾多瓦獵役 折合美金約3600元的善款 沃羅森穿越雪地 以六個小時完成50公里長跑 耐力驚人 這不是他第一次的極限運動 2018年4月他也參加了 42.195公里的北極馬拉松 以五小時又三分鐘完賽 到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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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於 到晚了